加州太平洋影院公司周一宣布 将永久关闭旗下两个连锁院线品牌 孤光电影院和太平洋影院 这意味着该公司所有影院 包括好莱坞日落大道著名的圆顶剧院 将从历史舞台羡慕 该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尽管做出了巨大的努力 但公司没有可行的前进道路 圆顶剧院最初建于1963年 一直是众多好莱坞电影首映室 和其他红毯活动的场地 它在1998年被宣布为历史古迹 便在电影好莱坞网室中出现 影院关门的消息传来 众多好莱坞明星纷纷表示沮丧 电影疯狂的亚洲富豪导演朱浩伟 在社交媒体上表示 这是个悲伤的消息 它的第一部电影就是在那里举行的首映室 影迷也在社交媒体上 为该影院的未来出谋划策 有人在推特上呼吁 布拉德·匹特买下这家影院 使其免于关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